在萬里的亭海音樂節就要登場 在交通部觀光局舉辦宣傳記者會上 北觀處表示 今年不同以往的 除了將時間拉長更突破空間的限制 去年的音樂節只有四天 在潛水灣以及野柳停車場 而這次時間拉長到七天 一塊去了解 大家好 我是Angels Rock的Angels 由Angels Rock所帶來的北海岸任我型的音樂 為今天的記者會熱鬧的開場 北觀處一年一度所舉辦的北海岸聽海音樂節 今天在交通部觀光局舉辦宣傳記者會 北觀處表示 今年不同以往的 除了將時間拉長更突破空間的限制 3 2 1 北海岸熱情逸展 那今年與往不同的主要的目的 其實我們希望把音樂節變成一個 常態性的時間軸能夠加長 也就是說從暑假一開始 七月第一個禮拜 這個禮拜開始到八月的第一個禮拜 都有音樂你可以在北海岸聆聽 那我們預估本來兩場的音樂會 我們現在變成八場 八場以後呢 我們預估可以吸引新的遊客量 大概一萬八千多個遊客 那觀光產值呢 我們預估可以增加 額外增加兩千多萬 帶給當地的觀光產值 首先登場的在7月6號 7號白沙灣音樂會 由地方大專院校的音樂社團打頭證 接下來開唱的前雪灣之夜 在7月19、20以及26號 邀請街頭藝人、駐唱歌手以及流星音樂團等等 最後壓軸的則是8月2號、3號的野柳之夜 出了邀請到高惠君、紀曉君 還有得過新加坡聖樂賽首獎的南高音王典 將要炒樂整個北海岸的夜晚 還在當學生的時候 當然我說年輕人的時候 我們最喜歡的活動就是 騎的摩托車到北海岸一日遊 那我們會走走走 燈盔大道到三支去 我們去看朱鳴的美術館 然後去看以前總統他的老家 然後會一面金山 我們去玩海水 然後會有潛水灣 然後最後會到 如果荷包還可以的話 會到富基漁港去吃頓豐盛的海鮮再回來 那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另外一個更深層的目的 我們希望把音樂 音樂人從最淺的音樂人 學校的樂團 一直到最深入的 歌手 聲樂家 或是流行歌手 能夠一直在北海岸生耕 北關處在去年辦的音樂會 只有四天分別在 潛水灣以及野柳的停車場 而這次時間拉長至七天 包括星期五六日 而在野柳地質公園 更是突破空間的限制 直接在園區裡頭表演 民眾可以一邊欣賞音樂 一邊看夜晚的女王頭 有史以來第一次 在地質公園的範圍 圍牆之內辦演唱會 那我們希望呈現的是一種非常高質感的 那包括有聲樂家 有管弦樂團 還有一項比較特別就是 我們這次音樂會 我們是採取購票入場 那我們每一場有100張票 那所有門票的收入 我們全部會捐做公益 那在演唱會之前 我們就會先把這個錢先捐出去 在野柳這兩天的音樂饗宴 均採門票入場制 地質公園表示 每一場共準備了100張的門票 而園方將會先把兩場的門票收入 捐出來做公益 不管有沒有賣完200張 都會捐給公益團體20萬元的金額 而民眾可以在這幾天 與35好友相約 搭乘台灣好行接駁公車 一同享受聽海音樂節 記者傳譯台北採訪報導